最后我想告诉国内 我问这句话的人 我请问问 南泽拉夫的战争 打完了那三个所谓的中国英雄 美国政府当时是布什 跟江泽民说 哎先生 我今天给你一个 让你帮我一个忙 你要求是两亿美元 我给不了你两亿 我给你五千万美元吧 面对面的给江泽民说 这是江泽民 他的秘书 他的所有的保镖 在旁边我在现场 他说的 这在京西宾馆 江泽民大首议会 算了吧 不要五千万 他说给五千万 一半就行了 他们说具体 最后美国大使馆 捐了一个一千万好像是 还有一个给了什么一千万 然后两千四百万 二十两千六 一个人八百万 给全现金 到大使馆 大使馆说给一家一百万 从一家一百万美元里边 扣除这种那样费用 最后拿手里 不超一百万人民币 美国人是实实在在给了五千万 你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睁开个脸 你拿出文件来 这仨英雄的这五千万 你花哪去了 个人补偿了八百万美元去哪去了 你有这样不要脸的吗 这时候说南斯拉 南斯拉不是炸你大使馆 美国是肯定不对的 还有一样问题 炸完大使馆后 有没有美国跟你通报 说在之前我通报你中国大使馆 你不要再干这种事情 这对我们是危险的 我们两军作战 第三方具有危险性的在这块监听 还是控制 最重要的是你们到前线参战 代理人 美国那个所谓的轰炸机 是中国干出来的 中国帮他打下来的 定位下来的 这些事情让中国人知道真相 我们当然不同意他打南斯拉 大使馆 他为什么打南斯拉 大使馆 打完以后给老百姓的钱呢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战争永远是极少数人疯狂和愚蠢的行动 但是他要利用的是更多人的愚蠢 感谢观看